转捏或许真的不容易 但是可以从当下的情境中 觉察自己的情绪 开始练习 我是吴洛泉 欢迎来到幸福书房 邀请还没有订阅的书友 按下订阅的按钮 开启铃铛通知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常有朋友好奇地问我 如果会整这几年来 在生涯发展资商市中 出现次数最频繁的三个问题 大概会是什么 我认真在历年来的笔记 归纳整理之后 发现以下三个类型的问题 是最常被提出来讨论的 一我不知道自己 真正的兴趣是什么 二我不知道该不该 就这样继续下去 三我不知道 未来的发展到底在哪里 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生 刚入社会的新鲜人 犹豫着要不要转职 或创业的上班族 甚至都已经年过四十的主管 碰到的困境其实都差不多 例如对找工作有恐惧感 对现在的工作力不从心 明明很认真努力 内心却常升起无力感 明明才刚休假回来 却一点都提不起进来工作 巴不得可以继续休假 这些问题都跟上述三个最根本的困惑 是高度关联的 而且越是满腹牢骚 越是愤世忌俗 都反映出内在对自己的失望落寞 其实人生总有高低起伏的变化 很难万事都尽如己异 过去碰到低潮时期 你也许也常听长辈说要转念 然而这老生常谈的转念 又谈何容易呢 若真的有那么容易转念 天下的困扰就不会这么多了 转念或许真的不容易 但是可以从当下的情境中 觉察自己的情绪 开始练习 自我觉察就是在人生路上 弄清楚路段的特性 以及时数的限制 不论上坡下坡执行转弯 都能够畅通无阻 平安到达目的地 学会转念之前 必须先做到自我察觉 才能够正确地处理情绪 让你的能力如实地发挥 让效率加倍地展现 如果觉得情绪不美丽 表示你很清醒 美国莱斯大学曾经做过 一项大规模的研究 发现心情好的时候 固然可以增加自信心 激发更多创意 但是心情低落时 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务实 重视细节 并且提高对自我的要求 所以这次我要分享你三句话 也是很重要的观念 陪你透过自我觉察 逆转负能量 先搞定自己 就不会有人为难你 就算你自己觉得 你在人际关系上 已经具备了被讨厌的勇气 但有时候 你要回来问一问自己 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 这三句话哦 一勇于尝试 别说可是但是 二成功中有毒瘾 挫折里有宝藏 三你要的是冲劲 不是一时冲动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观念 开始分享 一勇于尝试 别说可是但是 习惯成立在失败中的人 不知不觉奉行了 放弃比努力容易的思维 从来就不会成功找方法 只会在失败中 累积更多的借口 我从事气管顾问工作 有一家客户是 生产饮料的厂商 老板正面临销售下滑的困境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市场出现了更激烈的 很多品牌的竞争 以及新媒体崛起 让传统广告效益变差 我建议他调整行销策略 他居然跟我说 可是目前公司的人力不够了 该怎么办 不到两个月 他的产品果然被竞争者 打得落花流水 经销商通知他 要将滞销的产品下架 多年来以顾问方式 辅导过不同的企业主管与上班族 其实都一样 通常我给予建议之后 只要对方不断说 可是 就能预知最后必然是导致失败的结果 相对的 只要听到的是 我努力试试看 我就会在对方 有决心肯努力的眼神里 看到成功的希望 当生命碰到瓶颈时 请你别急着说 可是但是 而是应该要先勇于尝试 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 勇敢试试看 才有突破的可能 接下来分享第二个观点 二 成功中有毒瘾 挫折里有宝藏 文安总裁 比尔盖茨说 成功是一个差劲的老师 他只会带给你 无知与胆识 他把无知与胆识 这两个连结在一起 特别叫人触目惊心 把胆识建立在无知上 就像在学案上面飙车一样危险 简直就是在玩命 但认真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 不知死活的还真不少 迷恋成功会让自己变得非常无知 而且过于轻忽风险 我在某次聚会中 听见一位老友的遭遇 我心中感慨万千 他年轻时投资股市获利 不到35岁就离开职场 住进豪宅买了名车 故请庸人及司机 身边不乏美女相伴 赢得黄金单身汉的美誉 初期他还常邀请 35自己好友相去聊天 但每次都在言谈中流露 骄傲的口气 明明是好意的话 也会被他讲得很难听 例如你们上班族 买减张股票有什么意思 既然要投资理财就玩大一点 投资本地的股市没出息 至少要看看海外的房地产 请客这些小钱 我从来不放在眼里 只是你们应该也不喜欢 占我便宜的感觉吧 后来渐渐没有人乐意跟他聚会 风光多年后 前阵子听说他落跑到国外 不敢再回来 因为他野心太大 且向投资计划的财务 陆续出了问题 加上他在致富的过程中 得罪不少人 不但合伙人对他提告 从勤的事业伙伴 也没有人愿意帮他 这个真实的故事 让我感触很深 我的领悟是 成功是一个插进的老师 而失败 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向导 关键在于 你能不能消化挫折 然后很快地从失忆的地方 站起来跨出去 成功之所以变成插进的老师 多半是因为太过于骄傲 自己不够厚道 对别人不够谦虚 失败之所以不是很好的向导 多半是因为太过于自卑 没有减少自己 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成功与失败 能否带给一个人 真正的学习与成长 关键在于自己 如何看待成功与失败 只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更正面的角度 看待自己 用更宽厚的态度 看待别人 在成功时懂得谦虚与感恩 不要得意忘形 在失败后懂得检讨与改进 不要失智沮丧 无论成功或失败 都会是很好的老师和向导 但你走过人生的谷底 与高峰 无处不自在 最后来聊聊下一个观点 三 你要的是冲劲 不是一时冲动 你曾经因为一时冲动 而做了后悔莫及的事吗 冲动是一种难以克制的情绪 常来自外界突如其来的刺激 但之所以引爆内在的负能量 多半是因为累积太多的不满或恐惧 我曾经在过年前目睹一位年轻的同仁 为了一个很小的争执 当场愤而离职 连将近四个多月的年终奖金都不要了 并且放弃尽有眼中的大好前程 而连我都为他觉得好可惜 很多人搞不清冲劲和冲动有什么差别 冲劲是谨慎思考之后持续努力的行动 冲动是在情绪不稳下失去理智的行为 据说雄才大略的成姬思汗 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 有一天他带着最宠爱的老鹰外出打猎 喜欢冒险的他 在黄昏时刻意选择一条 穿越两山之间的小路回家 他越走越渴 希望早点水喝 突然他惊喜地发现山壁间有水地渗出 于是从袋子里拿出一个杯子去承接山泉 正当渗满一杯清澈的泉水 想要阴影而进时 他的老鹰却急速地飞过来 用他的脚打翻了水杯 他不死心 捡起杯子又开始胜水 连续几次都被老鹰破坏了好事 口渴的他再也无法忍受老鹰如此嚣张的行为 挥剑刺向老鹰当场将他击毙 回头找不到水杯 他爬上峭壁 打算找到泉水的源头尽情解渴 没想到他竟发现水池中 躺着一条毒蛇的尸体 原来他辜负了老鹰想解救他的心意 冲劲是三师而后行的打拼 冲动是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 做出失去理智的事 冲劲十足的成姬思汗 从此学会了不做冲动的事 那你呢?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和我分享今天分享给你的三句话 你觉得哪一句话受用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最后我还要再一次邀请你按下喜欢的符号 以及订阅的按钮 开启铃铛的通知 并且分享出去哦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